選前倒數一字頭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來搶救新竹邊緣人 11月26號將你手收純士的一票 站在車上揭命間不斷交頭接耳 兩人不知道是不是在討論高宏案爭議連環報 林根人該怎麼打對手痛處 才能讓藍軍歸隊嗎 既然是司法案件 我們就交給司法檢調單位來調查 我常常給耕仁一個鼓勵 第一個你要以侯友宜市長為標杆 第二個就在隔壁最好的標杆就是楊文科縣長 很多人認為楊文科縣長跟耕仁一樣 就是不是會作秀的 刻意提起楊文科朱立倫想破除藍白河謠言 急到口誤 傳出這場楊高會後 讓林根人陣營後悔對高宏案收手 幕僚甚至直言 當時若堅持提告 能讓高宏案怡雲明確化 沒想到一收手 似乎也讓國民黨收復新竹的機會 跟著消失 案子已經進入司法程序 希望我們高候選人一定要去面對 下架民進黨是大家最重要的課題 我們的目標是共同的目標 新竹市民是要換黨換人做 林根人拼敗不復活 而新竹市成了兩個女人的戰爭 民調拉近的沈慧紅也在抨擊高宏案 貪污宜允 員工薪資和加班費 高宏案都親自簽名 所以我還是要奉勸高宏案 不要還假新竹市民 新竹市民也不需要為你的不公不義背書 封城之戰藍綠白互有 讓雪晴更加難以捉摸 第七文黃宇宣 林維廷的亞新方 伯鋒 採訪報導 第七文黃宇宣 林維廷的亞新竹市民 林維廷的亞新竹市民 林維廷的亞新竹市民